我覺得這個結論 我要替女生說 這不代表女生愛拖啦 而是你約到的 你很會挑女生 她約到的女生 都是比較有安全感的女生 她不怕男生跑掉 然後覺得說男生 這男生看起來就很大度很包容 我慢一點也沒關係啊 你不算拖嗎 哇塞 白玉老師這樣 對啊 這樣也可以 所以他沒有結案對不對 你這樣也好難喔 我聽出來了 她意思是說 可能我約得比較正 她覺得因為我正 你就要等我啊 不然她就是比較有安全感 她不怕 你會招女生 她的情緒安全感比較好 她不怕說我遲到一下 男生是不是就跑了 她覺得你是好人啊 你一定會等她啊 是不是 來那邊喝咖啡 對 而且代表你是有個耐性的人 而且男生就是這樣啊 沒有得手之前 等多久都可以 真的 你曾經等過女生等最久的多久 好浪漫喔 哇塞 你先 9點15 在這種講卡厚欄的話 拜託 不是說講 比如說在餐廳等那 真的等多久 你覺得是極限 大概一兩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 你可以等到那麼久 要等啊 對啊 結完婚之後 你可以等多久 三分鐘 這差太多了 沒有啦 我曾經喔 我以前都是跑晚會嘛 對 什麼廟會啦 什麼結婚的啦 那你知道我們那個晚會 兩個鐘頭裡面要跑三場 路程要接得非常好 所以我三重 跑新莊 跑五穀 是分秒要避震 對 而且那個時間是七點半到九點半 結婚一定會結束 結束最後面就是出來了 對 水果 那個晚會就要結束了 對 那我那個男朋友就說 他要載我去跑場 好 那我就說要載我去跑場的話 我七點半第一場對不對 我唱第一個 你可能就要六點從台北就要出發了 因為那時候會很曬嘛 你如果好你的結婚的好日子 車都會很多 對 我說你六點就要趕快就是打扮好 弄好整齊 車子嚴令一換 我們就是要出發了 好 現在我打電話給他 你快點 趕快來我們家接我 有 我就起床了 起床了你怎麼還沒到還沒到 快要六點了 有 我就是要出門了 結果 我忘記窗戶沒關 所以我又回家關了一個窗戶 這窗戶關起來就趕快下來了 我 我跑... 我覺得 我好像穿太熱了 我又換了一件衣服 又回去換個衣服 又回去換個衣服 好 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發現喔 那個車沒有油啦 這麼多事 妳就前一天就答應說 我要把我帶我去做阿妹 妳怎麼加油不加好嗎 對啊 為什麼妳要出門了 妳已經那個大便到了大腸頭 妳才要放了 為什麼 對啊 真的不是 然後呢就又等他去加油 好 等他加油之後 我說六點了 六點了怎麼還沒來 我就跟妳講過 昨天就跟妳講過 好日子都會塞車 妳為什麼不少一點出門呢 有啦... 有啦... 我就已經快... 快到了... 好 到了 六點快要辦 有啦... 跑到三重去 做第一場我唱第一個 已經人家第一個唱完了 我是第一個 是第二個補上啦 第三個要唱第二個的位置 怎麼辦 我怎麼辦 不能插隊 每個人都跑場 誰要讓妳插隊 對啊 對不對 妳就要等 等到說 拜託...妳有跑場嗎 妳跑幾場 我跑兩場 我跑三場 拜託... 下次我遇到妳再給妳跑 好不好 拜託... 好不容易遇到一個要... 願意讓妳的 常常跑... 現在跑到新莊去 又延遲 跑到第三場我想說完蛋 妳快要九點半了啦 九點十五了 我說因為那有的巷子 比較晚 比較小 我說妳車子就停到外面 我用跑的還比妳開的車快 對 我就裙子撩起來 妳要穿禮服嘛 對 跑... 晚上那個路又黑妳知道嗎 我那時候我又瘦 就跑... 一乾淨洞 那個在修路 有一個洞 那個旁邊都沒有放 那什麼三角錐 我就直接 掉下去 完蛋了 而且我才知道 原來那個洞裡面 有很多鐵 好恐怖喔 我是整個腳 都是那個穿 我那時候穿絲蛙 整個腳就是 傷很累累就對了 然後我就跑... 因為為什麼 我叫也沒有人聽到 因為舞台噴噴噴噴的 我怎麼叫 誰要來救我 我都自己死命地跑出來 再跑... 跑到後台去 我就看養樂多多出來了 頭前差不多剩三道 我就跑上去 我說不要吵... 我來... 沒人... 我阿姨 我... 一直流... 好可怕喔 唱完之後 我還被那個團組削一頓 還要這樣子跟人家賠罪 對 後來唱完上車 你們祖母在那邊 吵得下手晒 這肯定要生氣 我叫你早一點出門 你為什麼不早一點出門 要不然以後你不要再帶我了 氣死我了 我... 你錢沒有賺到沒有關係 我還要一生都是傷痕 我還要跟團組道歉 對啊 什麼東西嘛 爛 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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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吵長很長 對 應該... 因為在龍總那個 到上手在呼吸了吧 爛死啦 爛... 爛... 秀蕙姐我覺得那是... 那是屬於個案 如果... 以邏輯的話 當然是個案人要管團體的喔 不是 不是 我是覺得你想好再發言 不是 以白老師剛剛的邏輯來說的話 那就是您選擇的問題啊 你怎麼會眼光選到這樣的男生 不是這樣講嘛 因為我們聽他說很熱心的 要叫我們去 很感動耶 而且有時候 對 但我覺得不管女生 當然女生有很多的藉口跟理由 不管你們 紋沒紋好了 睫毛縱好了 化妝啊... 女生拖拉 這絕對是 絕對是網路上大家公認的 會怕喔... 會怕喔... 我們爸生會寫那個車子 可是 打電動這回事 不是男人的轉禮 連女孩 女孩比男孩更愛玩手遊 有一些是這樣喔 真的 像我就交過一任女朋友 化妝那個就算了 在打手遊 因為他說 不行現在有網路 如果進電梯沒有網路 不行不行 我不可以 對不起我的網友 不行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盤這個遊戲 怎麼樣怎麼樣 打死就是不出門 在那邊盤了兩個小時 玩了兩個小時 然後才出門 不僅玩手遊 像女孩子聚會 那我們男生呢 基本上就是屬於一個工具人 比如說OK約好六點了 要在樓下等他 我們早就五點五十分就已經到了 敲一下賴 什麼時候要下來 再等我一下 再等我一下 警察都已經在趕了 紅單都準備要來開了 那不行我們就至少再繞一圈 再回來等 什麼時候要下來 因為又過了十分鐘 還不下來 警察又要趕 我們又再繞 繞繞繞繞繞繞繞 繞了快十幾二十圈 還是不下來 那你就直接找一個好停車的地方 對啊 但是我們約的是六點啊 我覺得這是你不懂的便頭 是不是 又是 而且女生小姐妹聊天 本來就會花比較久的時間 但是妳可以真心的 就認個法 真的 因為我們就是 如果她把車停好 然後上去他們聚會的地方 說寶貝我來了 你們慢慢聊沒關係 我在樓下等妳 你有多可愛 你有多迷人 真的 你不用愛死你 來跟你講 是不是 張勳姐 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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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有耐聽 而且繞繞圈 來 不可以 這樣不可以 都可以這樣 那我們要請這個白玉老師 專家來幫我們做個心理測驗 到底要拖延是什麼原因 真的 明知道該做 但還是拖拖啦啦 為什麼呢 你是哪一種拖延症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四張牌 大家看一下圖面 第一張牌就是下面有個駱駕 上面是獅子 下面还有一个可爱的小木桶 第二张 这里面有一个人 好像在做一个伸展的运动 色彩很斑斓 后面看第三张 好漂亮的一个蝴蝶 然后有一张人的脸 他的眼睛是闭起来的 最后看第四张 有个小孩在一个铁栅栏 门那边站着 外面很漂亮 他到底要不要出去呢 那我们来测一下 你到底是哪一个拖延症 跟着你的直觉 选一张牌吧 来 细节 四 绿通 二 我选二 你也选二 我也是二 我三 我一 三 我也三 好哦 我们来先从四开始 动力不足拖延症 百分之百大魔王就开场了 你先就开大魔王了 真的 没有 可是我其实动作是很快的 因为我很害怕让男生等 我觉得这样很不礼貌 动力不足来自于什么 也是来自于这种情感面 或者是心里面 比较没有自信的人 他的没有自信是来自于 不要麻烦了 我不想麻烦你 我自己来就好 最后男生也不需要了 我自己下楼就好了 不要这样子 因为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 和不好的一面 多肯定自己是很重要的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号好了 一号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害怕失败 害怕失败是30%的拖延症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薰姐讲话 我有注意到一个特征就是 他很怕大家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然后每一句话都讲得清清楚楚的 可是殊不知对方没有耐心 他还讲不完 他就别人就走了 对 这种拖延症 有时候我们要感受一下 打开自己的感官 感受一下 他的耐心有多少 他耐心有三分 我就说三分块 他耐心有十分 我就说十分块 好的 好咯 接下来看第三章 第三章 三章是三号的 对 三号 非常的快 哎呀 好高啊 80啦 80 就像班杰刚刚说的那个故事 求婚了 但是对方说 我们先习惯习惯 再分手嘛 然后他就跟着拖了 这叫什么 逃避 嗯 我就选到这张牌的朋友啊 包括罗格 多找好朋友聊聊天 因为你有点孤独啦 哎呦 你怎么知道 哈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他呢 你今天都陪我聊天就好了 不要 不要 我就不会找他 你有问过我的感受吗 你要吗 最会聊天就他呢 是不是 跟他聊天就很开心 是不是 跟修惠姐聊天可以通灵哦 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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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